台式新闻把同性之间传染猴斗 这样的违言耸听的标题 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是不是非常的不公平 连世卫组织都这么强硬的忽略 不要污名化了 那你们为什么这么随随便便的 就把同志是造成猴斗的疫情 摆上第一位呢 如果你不确定 你这就是污名化 甚至是犯罪的行为 为了博取眼球 这样做非常不可取 这里美国先生要郑重的提出抗议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美国先生 Jason Adam TV 很高兴又在今天和大家见面了 其实今天发这个视频有点突然 是因为我刚才在看新闻的时候 看到一则新闻觉得非常不妥 所以很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那就是台式新闻 它在YouTube打出造成猴斗 最强的三项危险因子 它列出的第一项就是同性性行为 这让我觉得说是不是又在猎物了 所以既然你台式新闻敢把同志贴这个标签 那我们倒不如来看看 现在在全世界的科学界 他们是不是真的认为 同性性行为是造成猴斗传播的主要原因 你如果没有证据 你不要随便乱无赖人 这种给同志污名化的这种现象 由来已久 但是你台式新闻是如此这么大的新闻媒体 你在播报新闻的时候 应该要非常谨慎 你现在把所有的同志贴上这个标签 难道你就非常确定 异性恋的人就不会得到猴斗吗 如果你不确定 你这就是无名化 甚至是犯罪的行为 为了博取眼球 这样做非常不可取 这里美国先生要郑重的提出抗议 好 那这里首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键评论网媒体集团所发出的一则报道 他提到 自从2022年5月开始 包含英国、加拿大、澳洲、西班牙等 超过30个国家都发现猴斗病例 而不寻常的地方 在于多数的病例都没有前往猴斗流行地区的旅游史 传播的范围又遍及多国 病毒可能已经传播一段时间 在这波疫情传播方式尚未明朗之前 有些报道使用让人误解的说法 可能造成对LGBTI族群的偏见 也就是同志族群 在可疑讯息查证平台 C-O-F-A-C-T-S Cold Fact 真的假的 资料库也曾收到类似的报道 下面他撲出一个留言说 目前统计数字显示 大部分发生在同性链和双性链中传染 可能是统什么统出的娄子 这个统什么大家想象 他说人不照念不会死 这是非常天机的言论 在这里我再跟大家呼吁一下 新闻媒体要做一个报道 一定要求证 因为你这样子推波助澜之下 就会造成很多仇恨的产生 你看有像这种仇恨的言论 是不是对同志族群非常的不公平呢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来 以下将透过猴豆传播的方式介绍 来厘清网络讯息的问题所在 也说明猴豆的症状为何 这里跟大家很快的带过去 他说猴豆是什么 猴豆是一种会从动物传播给人 的人畜共通传染病 症状类似天花 但猴豆的严重 程度比较轻微 猴豆病毒有两种分支病毒 中非分支至于高达10% 西非分支至于1% 也就是说西非它的猴豆病毒 至于比较低 目前在非洲以外的国家 出现的猴豆疫情 皆由比较温和的西非分支病毒引起 所以大家不要恐慌 猴豆病毒是一种自限的病毒 白话来说就是画地自限 只会传染病人 生活却密切重叠的人 例如伴侣或同住的家人 在这里大家再回来回想一下 台式新闻把同性 同性之间传染猴豆 这样的违言耸听的标题 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是不是非常的不公平 他继续说 因此会得到猴豆主要的方式 是由密切接触 像是直接摸到病人的窗 结痂或液体 或是长时间面对面 接触到病人呼吸道的分泌物 等等 另外如果接触受感染物 例如猴子老鼠或松鼠 或是摸到病人体液污染的物品 也可能得到猴豆 他接下来说 目前有很多的病例 是发生在有难难行为的人身上 但重点是 还不能够确定病毒 是借由性行为传染 任何人跟人或是受到感染动物的密切接触 都有可能感染猴豆 所以要非常注意 不要去污名化特定族群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里苹果日报也有做比较综合的报道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22号警告 有些关于猴豆病毒的报道 充斥种族主义和恐同言论 不仅加剧污名化 也会对当局因应日渐严重的疫情带来影响 在这里再恳请各个新闻媒体 一定要保持功利公正 在报道任何新闻一定要求证 不要对任何特定的族群贴上标签 我在这里要再郑重呼吁 因为像您这样贴上标签之后 就会造成非常大的恐慌跟争议 所以就会对特定的族群造成非常大的压迫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再强调一下 他据说法新社报道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说 近日爆发的猴豆病例 有很大一部分发生在男同性恋 双性恋和其他男男性行为身上 但他有特别补充 最可能的传染图性是 猴豆患者有身体接触的人 任何人 这里他特别强调 任何人都可能受到影响 还说有些对非洲人和LGBTI 女同性恋 男同性恋 双性恋 跨性别或双性别 族群的报道 强化了恐童和种族主义的刻板印象 加剧污名化 你看这么多的新闻报道 都在呼吁大家不要对同志污名化 艾滋病已经让同志 已经让大家对同志造成非常大的恐慌了 现在又妄想加上猴豆的病名 在同志族群身上 我在这里恳请大家 请你们 请你们高抬贵手 不要再打压这些人了 他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执行副主任卡瓦纳 说污名和指责 会破坏信任 以及在这类疫情爆发期间 有效应对的能力 他继续讲 过往经验显示 污名化言论会迅速 使基于证据的应对措施失效 因为这些言论会导致恐惧的循环 使人们远离卫生服务 阻碍发现病例的努力 并鼓励无效的惩罚性措施 在这里相信给很多新闻媒体 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连世卫组织都这么强异的忽悦 不要污名化了 那你们为什么这么随随便便的 就把同志是造成猴斗的疫情 摆上第一位呢 非常非常的令人匪夷所思 今天Jason老师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公道自在人心 Jason不是特地要为同志族群平反 有一份证据 讲一份话 你没有证据 你没有坚实的证据 去证明同志族群会造成活动 你就不要在头条新闻 在各大的报纸 把同志族群列为第一位 你报道也就算了 你还把它放成第一位 它里面列出三项 第一个是同志性行为 第二个是接触性确准 第三次是疫区旅行 好 请问同性性行为跟接触确诊者 不是一样的东西吗 大家没有发现这个新闻的一些矛盾之处 接触确诊者难道只限于同志吗 媒体不要为了勃起远球 而这样乱下标题 因为你这样最后会引火上升 最后Jason要大力的恳请大家 或呼吁大家 如果有看到这样偏颇不公平的报道 请大家站出来 为自己的权益 献上一份心力 不要再让像这样的猎物行动呢 残害很多无辜的群体 好的 那我今天很沉重的发这个视频 为大家对人的平等的关怀 希望大家有任何问题 或者回应呢 很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这里是美国先生 Jason Adam TV 期待很快跟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拜拜